明天沙特能赢中国队吗? 难,难,难 估计沙特最多逼平中国队吧 现在这支中国队已经基本被李小鹏掌握了 李小鹏带队打过两场比赛 一场2.0输给日本了 一场3.1输给越南了 但是那支国家队还主要是以离铁队员为班底的 根本不是李小鹏的核心阵容 李小鹏说了 本次比赛找出能拼的,能抢的,能防守的 那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输给越南和输给日本那支国家队 根本不在李小鹏心中是最好的球员 因为那支国家队已经被李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毕竟李铁已经只交过两年半时间了 铁鸭军的烙印打人很深 球员这个嘛,一朝天子一朝臣 只要场上有一两个球员不拼命 比分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不相信中国国家队能在全力的情况下 1比3惨败给越南 最多打平,但不至于说那么惨 显然是有人不太满意主教练的行为 你想象吗 有的球员平时比赛能把自己拼到骨折 关键比赛呢,躲球导致比赛失误 所以说呢,明天的比赛 我感觉啊,沙特真的很难拿下中国队 虽然那几个最厉害的巴西规划没有来 毕竟已经烧透心了嘛 而且国足也没有出现机会了 他们还在为找工作犯愁呢 秋明妹你就体谅体谅吧 国足明天有可能逼平或者暴冷 一个沙特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谢谢